不然我們看看凡臣 最有這個名氣名聲的就是博士 或許在老千身邊 老千最時常講的一句話 就是說你看凡臣這麼多的博士 哪一個博士成佛了 就是沒有 我們也可以這個關照一下 我們這個凡臣哪一位博士成佛 有沒有 沒有一位博士成佛 所以我們要了解到追求凡臣 這個名利雖然已經很高了 到達了博士 可是他自己也就變成障礙 因為博士的心胸之中 他都是高人一等 都有那個不知不覺的驕傲的心 那或許有講過 我們在凡臣驕傲 就是自重陰 自己重了 那個要接受火爆的陰 所以驕傲很大的人 往後他會轉視活鳥 我們要看的時候要戴望眼鏡才看得到 那假如說他的驕傲只有一點點 那就是那個小鳥 我們台灣的方法 切驕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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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個驕傲就多了 可是你看 都沒有辦法回到人道了 博士雖然是很 這個時候很趾高氣養 可是下一生就不是了